常言道男人好色,英雄本色,男人爱花,理所当然 其实男人都好色,男人好色并非他们邪恶,下流,无死 而是他们体内荷尔蒙的驱死 很多女人都说男人都好色,这句话或许并不全对 若你不知道男人好色不好色的话 那么你只要看他色三个地方便能知道 一,一个男人看女人的眼光 男人好不好色,你可以通过一个男人去看一个女人的眼光 如果一个好色的男人,他总是经不起外界那些女人的诱惑 从而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一个好色的男人,他们通常喜欢看那些身材妖娆的女人 尤其是像那种夜店里的女人,他们总是穿得很暴露 然而,这样正合那些好色的男人之意 他们总是会在出去的路上,眼睛都在不定时的瞟向周围 就是在寻找她的目标 然而,像这种男人,他们内心的欲望心很强烈 总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女人身上 二,通过嘴头上的话术 要想知道,一个男人好不好色 你可以通过这个男人的言谈举止行为等等 都可以看得出他是不是好色之人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例子 现在的男人都很好色 因为现在是科技发达的时代 很多男人都会通过从网上搜索一些女人的图片 从而来达到他们心中的欲望 他们总是会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说一说自己心目中想要找的女人是什么样子 他们总是会把那些女人描述得非常逼真 其实,他所说出来的女人也就是他心里所想要的女人 不知道你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男人 而且有的男人,他的性需要非常的强烈 因为他体内的荷尔蒙非常多 所以他们总是觉得自己身边有一个女人 根本就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望心 从而使他们出去在社会上找一些小三小四来满足他 现在的男人他们真的很好色 他们总是会在自己喝醉酒的时候 做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情 而且我周围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男生二十多岁 因为喝醉酒后 人的意思都是很模糊的 他控制不了自己体内所想要的东西 于是在他自己喝醉酒的时候 在路上强奸了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 因此他以强奸幼女的行为被抓到了派出所 从而蹲了十三年的监狱 当他在监狱里面悔改的时候 想起自己以前的点点滴滴 觉得很后悔 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不可能在你做错事的同时 又让你回到原点踏步不动 三 看到手机的背景墙 现在的男人自己不去努力 从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于是他就会通过手机去操作 他们会把手机的屏保设为美女的图片 也会在手机相册里面 保留网上那些女人的裸体照片 或者是视频 男人都比女人的性欲望很强烈 所以他们往往会通过 在网上一些黄色网站 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他们也会通过网上买一些情趣用品来满足自己 而且男人身上 如果他肚子上的毛特别多 也能够看出这个男人好色 而且他的性需要非常的强烈 不是一般的女人所能够满足他的 不知道以上这几点有没有帮到你呢